大家好 我是修車阿中 今天我要講的是 發電機 因為我 做這個發電機 做了很久但是都 沒有做好 所以這次把它稍微改一下 它已經可以發電了 所以把它公布出來 這是我們汽車用的發電機的線圈 注意看 它這個 一圈一圈這個總共有 七十二圈 平均 一個線圈發電 用平均來講 零點二五伏特 今天阿中 做了一個發電機 很簡單的一個發電機 這個是我做的發電機 用手的 你注意看 會發電喔 來 用手轉一下 差不多也 也 也差不多 0.2伏特而已 這是我做的發電機 用手的 這種設計 這種設計是用那個 線圈 用氣包線 還有磁鐵 這是永久磁鐵 我做這一個喔 我做這一個喔 這畫出來是交流電 是交流電 所以正義負義正義負義 是交流電 這是我做的交流電畫電機 這是最簡單的啦 一般 就是小 小學生在 課堂上 物理老師 教的一種發電機 那我是要把它做出來 就是因為 你研究電這麼久了 總是要把它做一個 實驗 最基礎的實驗 把它做出來 這是一個基礎實驗 好 今天我們就講在這裡 好 好